好了,0.3了,我們找到F-A和F-B在這個系列 其實做法也是跟0.2差不多 這次就要設定一個環境 同樣地我們會先把全部的東西拆開 F-A的cos25度 F-A的s25度 50的s20度 50的cos20度 F-B的cos25度 F-B的sine sine 不適合 之後我們會列色 我們會選擇 橫向F-A的cos25度 加上F-B的cos25度 就等於50cos22度 第二條 F-A的cos25度 加上F-B的cos25度 就等於F-B的cos25度 好,我們現在就是解決這兩條環境 再看看這個應該要補回0 好,我們就要塞進去 我們就要塞進去第一條 我們就要塞進去第一條 我先把sine 我們先把FB等於FA的SY25除以SY55 SY25除以SY55是0.52 SY20除以SY55是20.88 我們把這東西套到第一條色 有FA的SY25 SY25除以SY0.91 再加上FB的SY25 SY25除以SY55 SY55是0.57 再加上20.88 XY20.57 即是11.9 等於50XY20 50XY20 即是46.98 47 我們先解決一下 即是FA的0.91 再加上0.52 乘0.57 即是1.20 即是47-11.9 除以SY1.9 除以SY1.2 即是29.25 我們要加上0.52 即是1.20 5.88 即是1.8 即是1.9 1.6 继续设计是否正确 29.25 再乘0.91 再乘0.95 再加36.1 再乘0.5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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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乘47.2 再乘0.2 但答案应该类似 方式是这样 考试通常都是MC 继续设计 当然LongQuad 也比较准 方法大概是这样 再乘0.3 如果可以 用电脑工具 可以帮你计算 0.3 就可以做到这里 再乘0.3